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为在创业之前 我的专业是在属于通讯多媒体毕业的 然后过后我在副修室内设计 因为我家里的行业我爸是在做装修的 我想到可能会只成副业 在毕业过后一直以来都觉得 可能是性格的关系 就觉得帮老板赚钱不如自己赚 有一年我们就想到 我其中一个伙伴Alvin 他的家里吃饭 他妈那天有空 他就煮了一碗 因为他们是潮州的 潮州是比较喜欢吃那种我们叫汤饭泡饭 我是爱喝汤 但是你觉得汤饭会感觉怪怪 不是粥的那种味道 又不是饭的那种味道 但是觉得吃起来很不错 加上海鲜 那时候最记得他煮大虾跟螃蟹 我觉得那个鲜味非常好 但是只是随便聊聊天 在喝酒的时候 你叫你妈妈教一下我们 然后看有没有 能不能做成一个特别的味道 能不能开一间店赚钱的 然后他妈妈就听到她说 这个我们不教人的 这是我们祖传的 她说是我们陈信兄弟 以前当过御厨清朝的时候 流传下来的一种祖传蜜汁汤 然后就说如果你不教的话 就当我们去学 对不对 你说我们做学生 拜你为师我们去学 学了过后 然后我们觉得饭好像 放汤饭 那个汤配饭可能很好吃 但是感觉太重口味 然后是不是能做面条 拿了这个汤底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秘密武器 我们再去发掘其他东西 然后我们就到处去试啊 买面啊去试啊 我那时候三个月份 我从78公斤胖到89公斤 哇好夸张啊 对好夸张 我们一直在吃一直在试 那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说 大概要在三个月份里面 要是1000瓦 1000瓦 就自己做那个秘方 对自己做的秘方 要试足1000瓦 我才能肯定那个东西能不能 然后其实我看不到1000瓦 我看不到800瓦 我们都已经投降了 我们在这个面馆的取名字的时候 我们花了一个多月 我们都还没有缺下来 那时已经把公司全部注册好 选址选好了 都没有把这个名字定下来 那我们说是 要一个让人家印象深刻 然然上口 不如再想一想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酒店的时候 就刚好电视节在播着周星驰的电影 还真的是他电影 对还真的是 那这是我们觉得这是注定的 然后就我们刚看那一幕 就是刚才你说的 有间客栈 对我们说 我就叫有间面馆 我就定下来了 ok 然后现在开始分配工作了 然后厨房的归Alvin 然后厨房外的归我 然后选址方面呢 跟那个Lennart谈的条件呢 就归 我们也没说到那个不满意的第一步 会去干预吗 不会干预 我们说过了 每个人负责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 最后的决策者必须是你 我们只能提供意见跟想法 对不对 不满的话肯定会有的 可能 我觉得这个不行啊 你觉得那个行啊 没关系啊 大家都是在创业时期啊 never try never know 我说 就ok啊 反正是谁决策的 后果是谁负责 我不主张太民主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能说明 我觉得有时候呢 必须要铁碗政策 才能决定一些东西吧 太国民主自由度太多 就是总之到最后呢 那个决策人 他一声下令 我要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跟我谈太多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下令了过后 那个效果跟那个成绩呢 就能说明一切 嗯对 但是必须的 你那个决策者 必须要承担 你下令的那个 好跟不好的成绩 你也必须要接受 因为我们的食物是 要针对华人群众嘛 因为我们有卖猪肉嘛 嗯 然后其实我们是觉得 市场饱和 那是迟早的事 嗯对 然后怎么样去好好的控制 跟面对这个问题 来的时候 我常跟我的同事说 你们不能太暗于现状 我们可以保持平常心 但是必须要聚安思维 做最好的打算 最坏的准备 然后 要在市场饱和之前 我们能不能突破这个瓶颈 再将我们的面食 作为一个马来西亚品牌 让它普遍化 普遍化 然后再能不能冲出海外 嗯 然后再把这个黄金时期 延伸另外一个五年 另外一个十年 就 做所有事情 必须要坚持 回报是指导的事 做你所爱 爱你所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